參加後期 拜託講講 什麼不懂 阿爺 咖哩 好歡樂 出場 簡單的樂琴旋律 搭配生動的聲音情緒 台灣唸歌藝術國寶楊秀卿 不用靠臉做表情 一個人用聲音分飾三角 就把這齣周承游台灣的故事 說得生動有趣 讓觀眾聽得入迷 為聽 為念 為念 阿爺 表情 表情都可以 這叫做 為勤敗 為中善 不只故事說得精彩 就連表演結束的工商服務時間 同樣能留住觀眾 早年為了討生活 學念歌 楊秀卿跟著家人到廟口 公園 獻唱賣藝 練就邊唱邊說的技巧 2017年霍邀擔任電影寫觀音串場角色 隨著票房賣座 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我以前可以做五個 對啦 老生 少生 老大 少大 還有那個老花 所以以前可以做五個人 訪問中楊老師總是謙虛的說 自己什麼都不會 只會吃飯而已 但她的獨門說唱藝術 不只啟發年輕樂團的創作靈感 還有年輕夫妻主動拜師學藝 還創立微笑念歌團 就連紀錄片導演 也想呈現國寶的傳奇人生 念歌的某種程度也很像 現在年輕人喜歡的饒舌跟嘻哈 那念歌很街頭 然後娛樂性 然後即興 所以呢 現在年輕人的音樂也是這樣 那年輕人很多的養分 是從楊老師這些音樂來的 隨著時代演變 年輕人對台北的記憶也不同 導演帶著國寶楊秀卿 來到充滿新舊融合的大稻城 舉辦快閃念歌活動 讓觀眾重溫大稻城繁華時光 也能感受傳統說唱藝術的魅力 記者邱世民採訪報導 記者李宗好 演唱藝術的 為什麼 評論 呱 呱